看到的信息上来讲的话 现在国货其实是非常强势的 在今年双十一 这个双十一品牌排名 以前二十个品牌 十一个品牌已经是国货品牌了 这意味着说 国货已经逐渐在在强占 这个大牌进口的这个 市场的核心份额了 那这个其实是 这两年变化最快的一个地方 包括在我们最早 我们两年前开始准备国货项目的时候 当时的国货非常差 到现在在很多的类目里 国货已经无论从这个颜值上 就是外观设计上 这些包装的这种植物 到这个校长 争夺的这个中国肌肤的问题 以及性价比上 整个做到性价比的这个传递 这三块都能完全超越 进口物品的一个效果了 但是在某些需要累积的技术层面东西上 国货还是有一些时间是需要去积累的 比如说一些抗老型的科技 防晒性的科技 人体业性的科技 这几类的科技都是在美装商业里 我们相对讲技术壁垒比较高 需要长度累积的 这样子一些科技和成分 这类的产品 现在都还是 进口大牌的这个技术做得比较好 国货的产品还没有完全抢占这些市场 但是像洗面奶 水水谷 这些甚至到现在的金华眼霜 能陆续是国货 跑在前十的 甚至头三名的这样子一个位置 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应该靠成分去进行判断的 而是首先要进行判断的是 它的功效是什么 这功效是不是满足你的需求的 比如说一些含烟鲜的产品 有些是用来美白的 有些是用来换新肌肤换活的 去死皮的 有些是用来补水保湿的 因为很多成分它都具备多重功效 它的不同源的 其实是化学成分里有很多伪坠 它不同的分支 它的功效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神经鲜安这些 所以要找到 还是要从功效对位上 去找适合你的产品 再一个的话是要 日君的关注他的口碑和这个 适用者反馈的 第2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